请不吝点赞 许王 多谢大人 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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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不是说 有事找我吗 究竟何事 大人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你也是一名七阶初七巅峰武王 此人居然一招就击败了你 本少倒是有点兴趣了 卿成兄若是出手 武王中谁人可挡 韩兄 此人是谁 竟惹得韩兄如此态哀 都怪我 我来介绍下 卿成兄乃是天罗皇朝度假之人 天罗时节之一 天罗时节 原来是天罗时节中排名第七的杜卿城 大名如雷贯耳 不过武王中无人可挡 这话有些过了吧 你不服 自然 看来诸位都不服 既如此 那诸位便动手了 正好让本少看看 和本少争夺妖剑传承的 究竟都是些什么废物 我胡锦华 今日便要瞧瞧 阁下有何底气 如此张狂 你们两个也一起上吧 省得本少一个个对付 黄帽 我等一同出手 废了这小子 看他还如何嚣张 不必 对付此人 胡某一人足矣 回去 胡某一人足矣 不堪一击 你们两个还不出手 二位的实力 也不过两次 好快的身法 如此美丽的一条废 居然用来伤人 真是暴顶天物啊 你 三位服了吗 韩兄 告辞了 在卿成兄面前出手 他们三人 也算是自取其辱了 商里那人实力 比之本少如何 大人说笑了 此人虽强 但又岂是大人一和之敌 这么弱呀 那就算了 放心 等妖界传承开启之日 本少自会替你做主 这点小事 就莫要麻烦杜雄了 多谢大人 不错 不错 千雪 你突破了七界中期 此次妖剑传承 说不定 就能得到更多好处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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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绍啊 这些天我和南宫里打探了一下 执法殿虽然还在封锁北天狱各大势力 但力度似乎有所减弱 估计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停下搜查了吧 妖剑传承开启了 走 赶紧过去 好 妖剑传承要开启了 咱们出去看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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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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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参加妖剑传承的舞者外 其余人不得靠近广场 两位年龄已超标 还请退后 我等就在外等后尘上凯旋归来 此次我准备充分 是在逼得 哪儿来如此绝美的女子 莫非是天女们的圣女 天女们弟子从不和男子一起 怎么可能 快看 是妖剑宗四大种子弟子 这点气势 不愧是四大最强盖世天骄啊 传闻 此次妖剑传承 四人谁能率先突破 便可获得第一弟子称号 成为妖剑宗的宗子 这妖剑宗果然窝虎藏龙 妖剑宗的种子弟子自然非同一般 此次妖剑传承后 怕是四人都能跨入七阶后期境界了 七阶后期吗 二弟 你目光若只有他们 那这辈子 怕也只能止步于此了 看来这届宗子应该就是在韩非和水月卿之间产生了 是啊 冷兴风性格孤啊 投靠他的人不多 至于徐燕只是一剑女流 妖剑宗历史上还从未有女子担任宗主的 是谁说女流具备不能担任大任的 是天女们的圣语 陈思思 天女们在北天狱赫赫涌盈 与妖剑城不相上下 竟也有天才过来 姐姐 妹妹来得不算晚吧 封行宗阳岭 阳兄 阳兄 水兄 是天龙皇城杜青城 韩非大人 说吧 之前得罪你的 是场上哪位 就是那小子 就是那小子 你是不是该给个解释啊 你是谁 本少乃妖剑宗种子弟子韩非 求见本少所为何事 你 小子 大声熟啊 本少是来讨个公道 原来是那个登徒子 此人满嘴厥词 还有脸来讨公道 难道你妖剑宗就是这么办事的吗 你 放肆 放肆 是谁在污蔑我妖剑宗 韩非 见过长将 剑意你练极之后 形成了天生剑体 小子 是你在污蔑我妖剑宗 想用剑意压我 有点意思 前辈 非我污蔑 而是对方欺压在下 在下只能据理力争 还望前辈明见 掌教大人 剑谷一向附庸我妖剑宗 剑谷大弟子受辱 弟子一时心急 回其出面 至于恩怨 弟子 暂时也还没调查清楚 此事 确是剑谷大弟子许旺 仗势欺人 晚辈夜无名 见过前辈 是叶贤职啊 你师尊 终于舍得放你下山了 看来叶贤职的剑道造诣 已经大成了 不敢当 你清云剑宗在北天狱威名赫赫 能让清云子那老家伙放你下山 贤职修为可见一般 清云剑宗 这可是北天狱最强大的宗门之一 威名还在尤剑宗之上 贤职开口 定不会有错了 丢人现眼 还不回去 是 还有你 怂恿我妖剑宗弟子为恶 念在剑谷份上老夫不杀你 自己滚出去 剥夺传承资格 为妖剑宗开放妖剑传承 而等相互竞争可以 但若怂恿我妖剑宗弟子为恶 就休怪本座不客气 说得好 距离传承开启还有一些时间 本座这儿 有一门从妖剑传承得来的 残破上古秘术 谁能将其破解 我妖剑宗愿给予明玉长老一旨 秦兄不敢兴趣 此秘法燕宗主也未能破解 在下就不凑热闹了 这十句口诀 应该只是秘术的开头部分 竟蕴含了剑道极致的奥义 若能将这十句口诀补全 我在剑道规则的领悟上 定能更进一步 这是什么剑诀 仅仅是阅读前六句口诀 体内剑气就蠢蠢欲动 仿佛要自行突破一般 清水停下 这口诀 已经涉及到了剑道规则的 最高境界 却只是残诀 贸然修炼 等于是自寻死路 叶宗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作忘记说了 此残缺秘术极为可怕 强行修炼 会引动体内剑翼 斩断自身生机 所以 在没能破解之前 诸位最好不要胡乱修炼 这一言十九 故意隐瞒缺陷 好让场上众人 替他实验这残缺秘术 完善其中内容 真是好手段 为何此剑剑 能和我的御剑术融合在一起 还真是 为将御剑术修炼至最高的第三种人剑合一竞技 为何会有要突破的感觉 难道是御医术 即使提升御剑术竞技 先修炼一番 不过有错 此次韩剑秘术 绝对和创造出御剑术的 为同一人 可惜 这口诀只有十句 剩下的内容 应该在烟尸九身上 他们或许知道些什么 是 诸位 妖剑传承已经开启 只有领悟了剑意 且达到传承最低考核要求的剑客 才能穿过前方剑光屏障 进入传承 现在 本座宣布 妖剑传承 正式开启 如此简单的考核 岂能通过不了 卢恩 本少先走一步 此人根本不是剑客 连剑意都未领悟也想进去 简直可笑 走 二弟 我们也进出 我们也进出 剑之造诣 传承方起 贸然非律 性命修矩 金光剑道 九天五地 看来这百剑之道 需要自身剑道造诣 才能激活剑路 进入传承 开启金色剑道 必成九天五地 妖剑宗第八任宗主 林建华 当年激活了足足九十三条剑道 威震北天月 都让开 是妖家宗主子弟子 水月清 能否引动银色剑道 不愧是主子弟子 已经引动了八十条剑道 不知水月清 能否引动银色剑道 岩 不愧是融合 那知道 竟然引动了银色剑的 岂非说明 他将来变成五皇 上一次银色剑的连起 还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什么 就是二条 出外 我先走一步了 该我了 好快的速度 什么 就是一条 风行宗最强大的不是身法吗 怎么他剑道一图也如此可怕 诸位 告辞 不知其他种子弟子会如何 历史上引动银色剑道 最多的一次也只有三人 这一次光种子弟子 并有四人了 让本少来吧 天啊 又一个九十二条剑道 果然天才都是 成群阶队出现的 就差一点 你可惜了 若能计划第三条 岂非的未来 他不会弱于零界而言 我有感觉 这一界的妖剑传承 将会有大状况发生 还是让我先来吧 什么 杜青城竟然也成功了 什么时候银色剑道这么容易引动了 走 我们可不能让那些臭男人瞧不起了 好强烈的魅惑之意 此人莫非是天生魅体 好看吗 千雪 我只是觉得此人体质特殊 有些好奇而已 体质特殊 此人乃是天生魅体 自然带有魅惑之力 修炼到极致 不管男人 都会给其魅惑 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体质 这么厉害 不过 拥有天生魅体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这是为何 天生魅体极为罕见 万中无一 若能与其一同修炼 可同感天敌大道 所以会遭来无数强者寄遇 下场往往极其凄惨 这等体质 怕是九天五帝也会心动 秦晨 不如你将她收入麾下 千雪你想什么呢 你可以为她提供庇护 至于别的事 我可以睁着眼闭着眼 你这女子 脑子里都装的什么呀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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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条剑道 居然凭了灵将皇的记录 他可是天女们圣女啊 怎么会在剑道上 有如此恐怖的造诣啊 此人天生魅体 剑道应该只是他的小刀 此人最强的应该还是在魅术 宠子弟子中排名第一 这冷心疯隐藏得好深 千秋 大哥 我先去了 我先去 九十四条了 九十六条 那天 这夜无名居然攻破了妖剑传承的记录 齐兄 夜某先行一步了 秦辰 我来 又来一个 这怎么回事 差不多了 芊雪毕竟出生自五国之地 接触过的剑道秘笈也太傻了 九十四条吗 不 我不甘心 想要对付飘渺宫 九十四条剑道远远不够 我还要变得更强 还不够 还不够 快让我变得更好 好 让我变得更好 你这个是什么 我还能缠绝吗 我还能够 一百条剑刀 老天 死女难道来自五月吗 秦晨 我在里面等你 谦虚的 更成熟了 我的梦中情人居然名花有主了 太让人嫉妒了 这小子怎么这么好运 这是 第一条剑刀代表的是剑衣之石吗 一条 是一家屋只吹动了一条剑刀啊 不对 你们看 第二条剑刀也亮了 太神奇了 每条剑的剑刀都会传递出独特的剑衣机器 让人在剑衣山 不是不明白的地方迎刃而起 这小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一条条剑刀啊 不是他故意耍我们吧 银色剑刀被激活了 银色剑刀被激活了 这是第十一个了 我听了呀 我是眼花了还是在做梦 至少最后一条剑刀了 难道还想引动最后的无上剑刀吗 银色剑刀是什么 你们快看 银色剑刀是不是亮了一些 还真是 妈呀 难道可真能激活这无上剑刀吗 虽然有些效果 但靠外力 是绝对无法点练这最后的无上剑刀的 那你必须靠自己 如果连这所谓的无上剑刀都激活不了 如何有资格踏足无欲 躲回我曾经的意见 前世的我是一个孤儿 无人问津受尽了千难万苦 但我没有放弃 想尽办法学习练药练剑 最终我依靠自己的努力 踏足巅峰 成为了天舞大卢万年来最顶级的天才 纵横无欲 这一世我从头再来 岂能连着所谓的无上剑刀都激活不了 我 我可以 卖手 饭 原来 这就是无上剑道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了 这高塔 怎么突然产生了异象 传承开启千年来 你以前从未出现过 七公子 这便是妖剑传承 燕十九见过大人 那就是 好 那这位 应该是这妖剑传承 所在势力的主人了 主人不敢当 在下燕十九 北天玉妖剑宗宗主 见过七公子 燕宗主不必客气 姬某这次远道而来 便是对这妖剑传承 颇为好奇 不知燕宗主 可否同意姬某 进去一关 七公子哪里的话 我妖剑宗之地 七公子大可随意进出 那就 多谢燕宗主了 这位小兄弟 你来晚了 没看到先前的壮观景象 我去 这家伙太嚣张了吧 噓 别找麻烦 八十六条剑刀 雷云宗苏末虽然天赋惊人 还是未能引动银色剑刀 可惜了 用剑一激活剑刀 据说激活的越多 收获越大 有意思 姑姑都说 我如今的剑刀感悟 难再进一步 不知这能否 给我一些惊喜 这最后一条 应该代表了地级的剑道意志 我居然激活不了 这是什么血脉 为何能引动我们身上的剑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天剑血脉 天剑血脉 可是传说中的存在 传闻天剑血脉拥有者 一出生就能掌控剑意 死人究竟是谁 是传说中的天剑血脉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上剑道吗 看来这趟 我没白来 公平 太不公平了 凭什么死人生下来 就能拥有我们一辈子 都得不到的东西 我不服 不服 不服 部队 这无上剑道中 到底有什么 不会就让我这么一直走下去吧 走吧 好恐怖的剑衣 好快 阁下是谁 为何要对我出手 真是无尽剑衣 不好 好法无死 只是不灭圣体 不对 精神疯狂 我明白了 这不是真人 而是无上剑道 模拟出来的对手 拥有和我一样的身体和行为 看来 这应该是无上剑道的考验了 很好 和我完全一样的模拟体吗 有意思 那就来吧 飞行剑法 力量 真敢速度防御 都有一模一样 不过 在剑法异境的领悟上 比我差了一些 如此机会 何不好好利用 爽 太爽了 差不多了 女剑术 人剑合一 战胜自我 原来 是这种感觉 如此大步的剑意 足以省去我数年苦修 这收获 果然惊人 又来 上 这一剑 竟然还没这么实斩 厉害 越来越飞行剑法 还有这样的变化 我已经竟然不知 这几书剑意 竟然还能这么运用 我的剑意 一大极致 可这红炮剑客的剑意威力 居然还在我之上 一定有什么奥秘 无尽 毁秘 我明白了 这方竟是将两种 不同属性的剑意 融合在了一起 融合剑意 成功了 爽 我的修为 剑意 甚至连力量 防御 以及不灭圣体 都提升了一剑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剑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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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这时候出现魔尼体 必须先灭掉这魔尼体 借此突破七节后起 再去抵挡修剑中的阴冷着力 神兵 神兵 这魔尼体不但会使用神兵 而且剑意也变得截然不同呢 该死必须想办法解决对方 这魔尼体居然还会施展珍宝 这魔尼体不但会使用神兵 魔尼体通过三节 魔尼体 魔尼体竟 血脉之力 这还是魔尼体 魔尼体竟会发愣 好机会 以为这没有血脉了 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天剑血脉 真是天剑血脉 我就不信了 区区一个模拟艇 我尽杀不了 青莲妖火 月光身体 刚才这模拟体 怎么好像说话呢 还有抵挡之力 不 我尽杀不了